为了让花莲的海岸线更加的干净 美丽 水利署第九核川局执行了向海致敬 海还有你 让回南湾更美丽的计划 5号是召集了核川局的同仁和防汛护水之工 前往了花莲市南滨海岸 分组展开了浸滩的活动 局长谢明昌表示 海岸线的维护要靠全民一起来 核川局也会不定期的展开海滩环境的维护工作 确保花莲的海岸线美丽洁净 为了让花莲的海岸线更干净美丽 水利署第九核川局举办向海致敬 还好有你 让回南湾更美丽计划 6月5号傍晚带领着核川局同仁 与防汛护水之工一起来到南滨海岸 分组展开浸滩行动 我们九月局过去 一直努力把我们的海岸 把它营造得更美丽之后 我们希望透过管理的手段 大家一起来 让每一寸土地变得干净 所以我们今天办的活动 我们特别邀请我们荒野跟黑潮基金会 来教导我们同仁 以及我们的志工 把它当做一个教官 然后运用ICC国际浸滩活动的一个记录表 那浸滩的主要目的不只是来减垃圾 我们更大的目的是希望来减少垃圾 那透过我们这种记录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在我们这个海岸主要的垃圾来源是哪些 那再透过我们透过源头的减量 希望制造垃圾的行为 或者是制造垃圾的一些的手法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减少 让民众能够就是养成 爱护我们海岸 欢迎民众来这边 然后把垃圾带走这样的一个习惯 花莲美丽的海岸 现在酒和局多年的努力之下 营造成为民众休闲散步的好地方 但也因为人来了垃圾就多了 尤其是烟蒂和宝特瓶饮料杯为最多 参加浸滩的志工们 都舍不得美丽的海滩被破坏 呼吁大家来看海 请把垃圾带走 南边公园蛮漂亮的 假日也会带小孩子来这边玩 所以就跟大家一起来维护这个环境 这样子 那你觉得 因为呼吁其他的乡亲民众 大家来这边的时候 享受美景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就注意不要随地乱丢垃圾 然后就好好欣赏花莲的美 你觉得海岸线漂亮吗 漂亮啊 因为从小就是在海边长大 那你觉得看到垃圾心情会怎么样 不没力 那你有没有呼吁大家怎么样来维护它 就是随手捡垃圾啊 觉得花莲的海岸漂亮吗 漂亮啊 那你看到垃圾心情好不好 当然不好啦 所以有空来到做志工啊 那你要不要呼吁别人怎么样来维护这里这么漂亮 垃圾不要乱丢啊 淹屁股放在自己口袋带回家 你为什么会想来参加这个活动 哎呦 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对啊 就是这个静态活动 我们平常都是做志工啊 你觉得花园的海岸线漂亮吗 好漂亮哦 漂亮 那你看到上面有垃圾 你的心情如何 有一些人就很不熟规矩啊 就乱丢垃圾 我觉得这个行为很不好 对啊 那你要呼吁大家来看看要怎样 对啊 要把垃圾带走 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期待 因为我们爱我的家园 爱我的地球 对 那更爱我的海滩 对 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是尽一份啊 然后能力就是有限啊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来 对这个海滩有没有 能保持干净 能说水手有垃圾 就水手捡起来 烟蒂 塑胶袋 饮料杯 香烟盒 藏在石头缝里头 还有冲天泡的竹枝 志工们把垃圾一一搅出来 分类回收 更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 一起来守护美丽清洁的花莲海岸线 建律会欢迎市报导